下面这地方 假设我这样把它从 这一行 这边到这边 然后把它复制copy一下 然后如果要返回去的话 比如说我把它在 在这个地方 再复制一个好了 比如这边我就 CDI这个地方 把它复制一下 然后贴回去 这个copy好了 然后利用这一个 我把它 它 刚刚返回来的这个程式 把它copy一下 然后从 刚刚是从这边贴 从这边到这边把它贴上 当然基本上这边 是中文字的部分现在看不出来 不过你把它run 起来之后你会发现 它这边还是 有没有 这边基本上它因为run 起来之后它是unicode unicode在这个我们的界面里面显示一定会正确 所以基本上你可以把这个记起来 把这个这个字 重新再key上去 这样的话很快就可以反出来 大概提供给各位 这个工具 蛮好用的 这个工具如果各位有心 有需要的话 可以在我的那个 云端硬碟里面 我好像有把它分享出来 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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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地方 在 在这里 就是 繁主义这里 有没有 就是这个 setup dj setup dj 那你如果把它安装之后的话 将来 点class的档案直接就可以把它开起来 我就觉得这个还蛮方便提供给各位 那还有就是说刚刚有同学提到就是说那个 就是这个 后面挂舞 有反主意 这个 setup dj 那另外同学提到就是说如果我输出的档案是点 JAR档 那点JAR档 基本上 有没有办法把它变成点exe 其实有一些网络上有一些是 JAR 2 exe的那种 一些 一般有人写出来的东西 不过 通常它run起来是会有一个模拟器 它会在比如说Nokia手机 它会模拟一个Nokia手机 把你的JAR 放在 Nokia手机里面 那各位也可以去找一下 基本上有这个东西 不过 感觉 就是 写的都没有很好 可能跟各位预期不太一样 当然是希望说 JAR档可以跟 像microsoft写出来的 compile变exe 但是实际上 效果好像不尽理想 我找了几个好像都不是很好 所以这部分如果说各位有需求 点JAR档要把它变成 点exe的话 稍微找找看 应该是有了 只是说目前写的都不是很好 OK 那另外就是说这个Sample 各位可以把它改写 我是把它改 改成另外一个 这边 比如说 因为我们刚刚本来是12月份 12个月份的话 其实基本上你也可以 改成什么 从 网络上有那个全名音简 比如说全名音简有那个100个单字